小鱼儿 你在干嘛 吃什么东西啊 好多鱼 好多鱼 昨天我们拍了一期数学的第一单元的测试卷 不 今天不考这个 那我在这里也证明一下 这张卷子总分是100分不是120分 虽然考的也不好 我们再接再厉好不好 那今天呢我们来换一个方式好不好 今天考英语 也不是考试 因为英语呢到了初中啊 完形填空好像说是非常难的 以前小学的时候都不怎么接触 对吧 也最多就选择题 不会让你们填单词吧 那我们现在做做看练习怎么样 但是我们家里好像没有这个 不用 我给你做小学的 而且是五年级的 真的 看看你五年级的能不能做对 如果五年级的都没有做好 那你到了初中是不是 挑战一下吧 就是这本周计划 你选一篇 不不能让你选 我来选 好我们就选这一篇吧 好吧 挑战开始 这个一文挡住 以防你不小心嫖到 写错了 小鱼要做完了 小鱼要有一道题目 这个填不出来是吧 这个是答案 第一个是by 第二个是week 第三个first 后面三个都错了 一共七个孔错了三个 订阅一下 那我们分析一下好不好 这里有个gator的单词 他说给他也不知道啥意思 没学过一样 是真的学过还是没学过 真的吗 超纲了 五年级 当然这本本来就是有点难的 这本 不会的呢 我们用这个扫一下 看看 什么意思 gate 门 是个名词 大门 不会的东西 我们要当天及时把它搞懂 然后把它记在自己的卡片上 不会的 反复去看 那take 什么什么out是什么意思呢 你知道吗 不知道 那我们再用这个工具 拿出取出 然后你再把这个文章看一下 你有没有读不懂的 复盘一下 take out 老师以前教过吗 没有 你们现在的英语啊 学的感觉都很浅 但是初中就不一样了 哎 所以 小鱼要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啊 这个问题呢 我们现在 不 还是来得及的 现在把这个 词语 单词 多倍一点 好吗 知道差距 我们要努力 继续加油 而且 是个小鱼要的 节目 还是 可能 如果